军方研究的变异蜘蛛闯进人类城市 到处吃人 体型急速增大了上百倍 占领城中最高大厦产卵繁殖 军队的枪支武器对它都毫无作用 城市的人们要如何面对这次危机呢 今天木耳给大家带来一部科幻电影 《恶魔蜘蛛王》 小胖是一个专业的雏虫人 这天他帮客户完成雏虫任务后 被大婶拉着闲聊 期间不慎被一只蜘蛛咬伤 倒霉的小胖只好去了医院 护士过来给他处理伤口的过程中 他看到一具尸体被运进了医院 停尸房里医生偷懒喝着小酒 背后的果尸袋居然慢慢冻了起来 医生好奇的过去查看 却什么也没发现 灯光一闪 医生发出大声的惨叫 同时医院警报响起 他跑到前台护救 说自己被果尸袋里的某个东西咬了 小胖一眼就敲出这是蜘蛛咬的 于是他自告奋勇说可以帮医院除虫 前提是把他这次医药费给免了 院长一合计 这一波操作也不亏 便答应了下来 小胖和保安来到停尸房里 发现蜘蛛已经从尸体里爬出跑掉了 小胖猜测蜘蛛从通风口离开 于是他爬进管道打算追击这个蜘蛛 与此同时 一群军方的人赶到医院宣布接管这里 原来蜘蛛是军方的实验产物 女校围大漂亮在对讲机里无意听见 小胖在地下室找了蜘蛛 于是他来到地下室 刚好发现蜘蛛要攻击小胖 大漂亮立马开枪射击 却被蜘蛛从下水道逃走 无奈大漂亮只好把小胖带到领导面前 在这里小胖知道了 这只蜘蛛是军方实验的产品 而且极具攻击型 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蜘蛛体型还会呈指数级别变大 当然这一切和小胖无关 看他起不到什么作用 领导让大漂亮把小胖送了出去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保安在那边来劲地窜腾着 小胖也觉得不应该放弃 这个能把妹的好机会 于是两人上车找蜘蛛去了 另一边逃出的蜘蛛开始长大 在城里到处捕食 许多市民的伤亡 已经引起了大面积的恐慌 军队找到蜘蛛发起攻击 却发现这时的蜘蛛 已经变得刀枪不入了 双方队治过程中 大漂亮不小心被蜘蛛网缠住 幸好小胖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但是好景不长 几人在逃跑的时候 大漂亮速度太慢 还是被蜘蛛抓走了 事情至此已经彻底失控 为防止城市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军方领导准备启动导弹 把蜘蛛和他盘踞的大厦一起炸掉 小胖可不愿放弃自己的女神 他拉上保安开车冲向大厦 想要去救大漂亮出来 可到了这才发现 蜘蛛在这里产下的许多卵 已经开始孵化 小胖带着大漂亮众人边打边退 最后躲进电梯才逃离大厦 外面飞机用炸弹把蜘蛛打落大厦 可是他居然没有死 再次爬了起来 扑向了刚刚下楼的小胖众人 危机关头 还是小胖及时找到了蜘蛛的弱点 一个火箭炮把蜘蛛炸了个粉碎 至此危机终于解除 大漂亮也被小胖英勇的气质迷倒 两人从此过上了没羞没笑的生活 影片最后还有个彩蛋 是军方领导要找小胖看看 懂不懂怎么解决巨型蟑螂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